接下來我們做一些練習 這一題請問你ABC珠 P點的 職場強度誰大誰小 C大於G大於A大於 你說什麼 C大於珠大於A大於 B大於珠大於A C大於珠大於A大於B啦 C珠AB 我們 我們仔細的分辨我等一下問 就講這個這是答案 這個答案 這就當我問題的答案 然後呢 問你說為什麼 來第一個請教 你怎麼知道A跟B誰的磁場大 A跟B差哪裡 線圈密度 所以A比較大 A大於B 那請問你 珠跟A的 資歷靠誰判斷 珠電池 我們講是電池多 可是我們直接跟我們課文相關什麼東西大 電流大 因為同樣情況下 電池大電壓大電流會比較 大 請問 你怎麼知道C跟珠 誰的 有靠誰判斷 C珠誰的 有鐵心 有軟鐵棒 有軟鐵棒的磁力會比較大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就是這三個答案 這三個答案 這三個原因 我就知道答案是 C大於珠大於A大於B OK嗎 OK 來請問你我用七包線繞 然後做個電池鐵 我想要增強 哪個方法是無效的 哪個方法是無效的 沒有用 豬 豬是無效的 我們前面交過的加大電流 增加線圈密度 插入軟鐵棒都可以增強磁力 所以我們知道A B C都是有效的 但是珠是無效的 珠是無效的 銀是導電性最好的 金屬元素 可是這個題目跟導電性無關 那於是我們要問 那到底是為何無效 為什麼插入銀棒會無效 跟我們前面講 為什麼插軟鐵棒是 可以增強磁力的原因是一樣的 前面有教為什麼插軟鐵棒磁力會增強 這原因是一樣的 為什麼無效 為什麼 發呆發熱 因為它不是磁性物質 它不是磁性物質 不會被磁化 不會變成一個磁鐵 前面講為什麼 放入軟鐵棒 可以增加磁力 因為軟鐵棒會被磁化 所以就有兩個磁場 一個是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一個是軟鐵棒的磁場 這個是銀棒 不是磁性物質 它不會被磁化 所以不會再多出一個磁場 因此我的磁力強度 不會增加 這就是我們做的 兩個簡單的小練習